大家好,我是南京老羊头 我现在的地点是在南京玄武湖 这个是台灵桥,玄武湖的台灵桥 在这个台灵桥的东面,这里有个五庙杂 用来放水,玄武湖放水 我现在是站在城墙上面,地势高一些 前几天,前段时间下雨,玄武湖的水位有所上涨 现在玄武湖在放水 这个水往里流到城墙下面,有个寒洞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左边是玄武湖 然后湖水进入寒洞 这个我画的一个框,上面高的是城墙 所以我画的是城外了 那么画的这个框是在寒洞里面上方 有这么一个房间 不是,房间是空框的地方 高4.5米,长大概有9.6米 传说呢,好像是这个之前啊,就是维修间 摆放工具啊,干什么休息的地方 就是维修这个寒洞啊,古时候的事情 然后呢,进入城内啊,城内呢就是五庙 城内那个有个五庙,所以它就叫五庙杂 城外这个杂呢叫五庙杂 这个呢,在放水上 这个五庙杂呢,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呢 这个五庙杂很重视 然后呢,利用这个秦桓河啊,玄武湖这个水啊 各方面这个,嗯,做这个护城河 这个五庙杂还有个故事 就是说好像,当连络租帝 打到南京来之后啊 这个小皇帝朱隐文就是从这个汉洞跑出来,跑到玄武湖 小皇帝朴